大家好 欢迎收工印象的传经 我们来聊三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就是以太坊距今在抛售以太坊 而且抛售的数量非常的大 另外一方面币安的市场主导地位 它已经降到了4年以来的最低 第三个重要的消息就是美国发布了9月份的非农数据 这个非农数据远远高于预期 导致了比特币的剧烈的波动 好 正式开始这期节目之前 欢迎新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各位老铁点赞 视频底下有很多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注册链接 都有手续费折扣优惠 OKX有手续费八折优惠 需要的老铁也可以关注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巨金疯狂的抛售以太坊 这个第一个要讲的就是Cosmos 也就是阿童木 他们的基金会在抛售 做那个以太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当年做的那个ICO 就是这个项目阿童木 大家应该熟悉这个加密货币啊 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ICO就是融资了1700万美元 融资了1700万美元之后呢 那个时候以太坊比较便宜啊 经过了差不多8年的一个时间 他们呢就不断的卖出自己手上的以太坊 从4月底到现在他们已经疯狂的抛售了15100枚以太坊 价值3700万美元 这是一方面啊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他们啊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筹集了 就是ICO筹集了接近5000枚比特币啊 然后还有差不多24万枚以太坊 当时啊这个项目比较出名嘛对吧 然后呢啊这些资金啊 当时筹集的是1700万美元啊 现在已经变成了2.13亿美元啊 这个是吃了那个加密货币的红利啊 然后呢他们手上有大量的以太坊嘛 也在不断的抛售啊 其实呢像现在啊这种融资1700万美元啊 在币圈是非常的常见啊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看这些空头啊 很多很多项目啊 他就远远超过了1700万美元的融资啊 比如说这这个新future啊 他就融资差不多有3700万美元 对吧 或者随便看一些其他的项目啊 大概都有这个额度啊 像baby loan就差不多超过了1亿美元 对吧 然后这个我随便记了一下 好像也有最少800万美元啊 像这个有1000万美元 对吧 所以现在很多项目啊随便拿出来啊 都有超过1000万美元啊 像这种相对而言 比较好的项目啊 他总值轮还是最开始啊 就差不多六七百万美元啊 像这种稳定币余弱啊 所以呢现在呢很多项目啊 都融资规模超过了1700万美元啊 所以呢 这个时间啊是赚钱最好的工具啊 那个cosmos他们在狂抛以太坊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以太坊基金会啊 在过去八个月里面单一一个地址啊 就单单的一个地址并不是所有的地址啊 就抛售了3000枚 然后呢最近的另外一个远古巨金啊 他更猛啊他手上有100万枚以太坊啊 到现在他已经就今年7月份以来啊 已经卖出了55000枚以太坊啊 所以现在以太坊确实比较疲软啊 很多那个巨金啊都在卖以太坊啊 这是一方面啊 我们看看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 币安的市场主导地位啊 在不断的下降 这个非常恐怖啊 就是他不断从那个总交易量啊 现货交易量还是衍生品啊 币安都是已经到了4年以来的最低啊 这个是有一些要滑落神坛的节奏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他的各种指标啊 这个是9月份的指标啊 就是那个币安啊 在9月份以来 他的那个市场主导地位啊 已经越来越低了 首先呢 他的那个衍生品啊 已经到了36.6% 这个是总交易量啊 OKX呢差不多是14.1% 也就是说原来那个币安最高峰的时候 他整个占据了市场76%的市场份额 现在已经难要斩断了 交易量也是在下降啊 那个币安呢到了27%啊 虽然是仍然是市场排名第一啊 但是呢 那个crypto.com啊 已经到了10% bybit已经到了10% 这个最高峰的时候这个差距已经很大了 然后呢 那个衍生品市场的交易量啊 那个币安是40% OKX18%啊 他们慢慢的差距在缩小啊 所以最近呢 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确实那个okb啊 大家可以拿一下啊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币安币现在的价格是560美元 对吧 那个okb可能就稍微的便宜一点啊 嗯 但是呢 那个okx一直没给okb赋能啊 可能未来会有一些发展吧 但是他们市值确实差距太大了 所以让我感觉okb可以拿一下 因为从那个数据上来看啊 那个各个交易所在接近对吧 然后呢 那个交易量啊 其实所有的交易所的交易量都在下跌啊 不只是那个币安啊 那个okx啊等等啊 所有的交易所的交易量都在下跌 都是环比下降22%这样的一个水平 20%左右啊 这个呢 是那个交易的数据啊 我把这篇文章放到视频底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那个非农就业数据 那个9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 在爆发啊 这个其实本质上面而言啊 对那个加密货币不是特别友好 但是现在那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确定了啊 美联储不会加息超过50个基点啊 就在今年Q4第4季度 还有两次加息嘛 那也就是说每次加息25个基点啊 现在美联储的数据呢就是预期4.7万人啊 那个实际增加了25.4万人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看 呃 对他对市场的一个影响啊 他对市场的一个影响就是 比特币啊在剧烈的波动 但是美股在飙升嘛 比特币是怎么波动的呢 比特币啊他呃冲到了6万2千美元 然后又跌下来了 然后像那个美股啊 他的那个数据啊就是一个上升的一个状况啊 他是在全线走高 比特币啊做了云销飞车啊 这个就是当前的一个状况啊 希望那个Q4啊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啊 比特币啊目前来看啊 那个呃 美联储开始低预期啊 就是说他的一个紧缩的速度 会低于市场预期 这个不利于比特币的发展啊 呃看Q4啊怎么走吧 好以上呢就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Instagram的财经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小铃铛 拜拜再见